这是我经过最嚣张的混混 琴琴车路过竟然朝路人数了终止 这一下他惹伤了不该惹的人 因为男人就算被关在监狱也无人敢惹 欲罢刚想欺负他 在得知他的身份后立马吓尿 点头哈腰的恳求男人受他当小弟 因为此人是燃油黑手党老大 他立马让手下追上那小子 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男人靠近后掏出短棍炭就是一惊 亲手瞬间被击倒 男人则伸出终止还了回去 无聊这时一辆大卡车迎面开过来 当场将嚣张的混混送走 但黑老大不知道的是 对面的混混也不是普通人 他是黑帮摩托党的手下 这一下势必要先骑一场腥风血雨 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 但作为警长的金姐却说要去接儿子 于是他将一块石头踢到了马路中央 如此草率的结案 瞬间惊呆了在场的所有警员 而男主艾伦就此躲过了一劫 这一天他照例上门讨债 却听到了隔壁女人正在被家暴 他不想多管闲事 还是先收账要紧 将欠债的人痛扁一顿后 艾伦顺利的收到了账 但没有想到出来后 隔壁的女人还在尖叫 艾伦最统恨家暴的人 于是决定教训一下这一家的男主人 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是个标新大汉 我的个乖乖 这单挑打不过呀 艾伦见中扭头就走 好汉不吃眼前贵 但你以为他是怂了吗 怎么可能 他只是去后备箱拿了一把武器 随后再次按响门铃让他担心下跪 第二天的艾伦又接到了一个任务 雇主是一个政府官员 说自己被一群混混勒索 需要他去解决掉麻烦 很快艾伦便找到了那群混混 不料对方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甚至还将他侮辱了一番 于是艾伦转身离去 混混见中轰然大笑 就这 真是个怂货 但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这间艾伦拉响了电锯 二话不说的直接冲进了人群 这群混混哪里经过这种场面 当场就被吓得屁滚尿流 之后艾伦找到了官员 表示混合们已经告诉他 之所以要勒索官员 是因为知道他利用植物之便 勾结人由黑手挡走私石油 官员瞬间懵了 这一下完了 不料艾伦并没有想勒索他 而是让他带着自己一起干 官员也知道 没有黑道的帮助 自己会一直被骚扰 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而官员起手被压死这一案 警方并没有听荆棘的草草结案 通过调查 他们查清此事与摩托党有关 于是当天晚上 一个长得比黑社会还黑社会的警察老墨 去抓艾伦 进去后 不管三七二十一 看到人就揍 一个人从外面准备逃跑 老墨立即追了上去 二话不说直接就是一枪 眼看场面已经控制住 老墨就想收枪下班 不过他没有注意到 艾伦就躲在旁边的垃圾桶下 而另一边手下被老墨打死 摩托党的老大觉得很没有面子 他着急了所有的手下 只要谁肯去干掉老墨 就会得到一大笔的报酬 结果艾伦立马举手报名 因为现在的他极度缺钱 于是在一众同伙的呐喊声中 艾伦展开了刺杀老墨的行动 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拿到报酬后的艾伦 第二天就来到了警局自首 毕竟他只是为了钱 而不是干掉警察 把牢底坐穿 而且他知道 他也干掉过一个摩托党的成员 他告诉老墨 摩托党要派人追杀他 这一操作直接给老墨整不会了 只好将此事上报领导 领导为了保护他 给他和家人配备了贴身保镖 而艾伦则以此借口找到了摩托党 说老墨最近受到了严密保护 根本无法靠近 他只有过段时间再找机会下手 摩托党建装也只能暂时作罢 但艾伦却趁着这一段时间 用摩托党给他的酬金和官员 加入了走私石油的买卖 只用了一个月便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就算被金姐抓到了把柄 面对腐败的警察 他也能从容面对 没有什么是票子解决不了的 可即便如此 艾伦依旧不满足 因为赚来的钱 大头全是官员和燃油黑手党的 他只是一个打工宰罢了 于是艾伦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直接找到他们做事的会计 使用暴力威胁 将正胜的权全部转给自己 没过多久 黑手党老大就打来了消息 没想到艾伦却不慌不忙 还因为黑老大明天在郊外火拼 随后又找到了朋友 让他帮自己找一帮顶级雇佣兵 可当朋友联系雇佣兵时 他又偷偷的去给警局打击电话 说郊外明天将有一场黑帮大战 第二天到了约定的地点 艾伦找来了最顶尖的律师 给每个雇佣兵发了一份合同 这一次行动后 他们每个人都将得到20万的酬金 雇佣兵们听完如同打了鸡血 纷纷表示 誓死效忠艾伦 没过多久 燃油黑手党如约而至 他们也带来了大批人马 准备好好给艾伦一顿 雇佣兵剑装立马摆出了阵型准备战斗 但艾伦却没有一丝慌张 突然 一大群的特种部队赶到 两伙人立刻放弃抵抗 毕竟火力相差还是太大 没有想到 雇佣兵头子却站起身来 将一份文件垫了上去 原来他们竟是波兰政府承认的雇佣兵组织 还都拥有合法的持江政 律师也发挥作用 将艾伦一伙人洗得那是一干二净 这一番操作让警察局的局长老瓜子嗡嗡的 而雇佣兵的头子表示 他们明明只是在这里合法聚会啊 对面那一群人就莫名其妙过来找麻烦 而是局长又来到了黑手党这一边 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合法证件 艾伦见庄立马笑了 区庄早就盯上了燃油黑手党 趁此机会正好一网打尽 而艾伦则摇身一变 成为了新的燃油黑手党老大 不仅接管了走失石油的生意 还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达到了人生巅峰 可没过多久 摩托党的老大就找上了门 因为他发现了艾伦的骗局 让艾伦要么继续干掉警察老莫 要么就赔偿500元 但艾伦的身价早已心非昔比 便嚣张的拒绝了摩托党老大 这无疑和摩托党结下了仇 和艾伦却毫不在乎 因为他第二天就来到了监狱的门外 主动要求入狱 入狱的第一天就被狱八抢过箱子 正想欺负爱伦时 是燃油黑手党的老大 绝对不是他们能惹的角色 随后艾伦静止的走向窗边 并给一个小时时间搬出去 因为自己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玉霸瞬间就懵了 但俗话说好 打不过就加入 于是高高在上的玉霸立马上前巴结 说自己愿意当他的小弟 说这里面的人都很危险 自己可以帮他们把他们全部干掉 结果他转身就把自己的小弟打趴在地 小弟都懵了 艾伦见这人能挺上道的 就收下了这个狱装小弟 而艾伦为什么主动入狱呢 原来在他当上了人游黑手党的老大后 把走私石油的生意越做越大 所以经常会发生意外 小弟们一不小心的就搞死几个对手 越来越多的黑帮成员被干掉 这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再加上日渐猖狂的石油走私 严重干扰了国家的油市 政府高层派来了专员 势必要除掉这个犯罪组织 但艾伦呢却一点都不慌 因为他的律师已经解决好了一切 由于警方没有确凿的证据 唯一会被捕的就是集团的法人 但他早就让艾伦将法人转移到了一个酒鬼名下 而手下们只要严守口风 就能立马获得20万欧元 如果不幸被派入狱 就能再获得50万的安家费 最终没有证据的警察 只能抓走一个醉醺醺的酒鬼 而艾伦一伙人呢则是安然无恙 但他知道高层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就列出了一份暗杀名单 要干掉所有调查专员 而艾伦之所以会选择入狱呢 就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 因为同一时刻 一个接一个的专员都正在被干掉 接下来艾伦花重金给玉霸申请了假设 让他去干掉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专员 没有想到玉霸看着强壮 实际不太聪明的样子 不但没有完成任务 还弄伤了自己一条腿 不过艾伦呢 好像早有预料 所有的专员接连出事 警方知道一定是艾伦干的 但是他现在人在监狱 于是警方竟全副武装的 在监狱里将艾伦抓捕 可攀插了半天 警察依旧没有能找到任何证据 因为他们唯一的证据 是凶手在刺杀专员时撞伤的小腿 但艾伦的小腿却是完好无损的 而玉霸则收了艾伦一大笔钱 在律师的带领下 主动向警方展示了受伤的小腿 所有的罪名都背了下来 因为波兰呢没有死刑 他反正都是无期 做个罪名呢也不痛不痒 这一下警方除了抵眉招了 只能将艾伦无罪释放 本以为艾伦将一步步的成为传奇大佬 但他居然忘了摩托党的复仇 刚出狱呢就遭到了埋伏 电影呢就此结束 结局看似很潦草 但也诠释了再厉害的人 也只是一个人而已 好了电影斗牛犬之腹 不是 好了电影斗牛犬之腹 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哦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拜拜